你待会儿去帮忙办一下张淑恒的入院手续 然后再给他找一个护工 所有的费用我来除 苏黎姐 她这么对你 你还帮她 她父母在老家 她身体也不太好 没人能帮她上忙 你去等她行动再说吧 好 我就是觉得奇怪 她应该知道我们俩关系非常好 她要动我的钱 怎么会找你帮忙呢 她 她可能穷途陌路了 我本来也不想帮她的 但她要挟我 说我要是不照做的话 她就会伤害你 是我没用 我胆子太小了 我被她吓一吓我就慌了 你就是太善良了 太容易被骗了 愿我保护你 别担心 苏总 我约上李导了 但对方的时间安排得比较紧凑 她明天在北京游场活动 只有两个小时的晚饭时间 两个小时足够了 这不是李文导演吗 她可是国际大导演 她拍的所有作品我都看过 我们是不是要跟她合作呀 我是不是能看见她 还在争取 有好多家公司想跟她合作 别乱说 李导相关的资料 你都整理好了吗 嗯 这是整理好的李导的生活习惯 爱好和个个注意事项 我让人订了明早的鸡酒 这样就可以提前去准备 给王维德也订张机票吧 我们三个人去 确实保险一点 张总那边 在项目选址上有一些分歧 你留下来跟他抹一抹完 可是李导这边 一直都是我负责的 李导在圈内是出了名的 性情古怪脾气大 王维德没有经验容易出错 这样吧 我订晚一点的机票来吧 不用那么辛苦 有我呢 没事 你跟他做好交接 王维德 有信心吗 有啊 那艺术家不都有点小脾气吗 我会像对待女朋友一样 对待他 充满耐心 吸气和勇气 行吧 那李导资料 背手吧 那就这样说定了 苏篇具 谢谢你的款待 我很期待你的故事哦 我一定好好准备 好的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再见 李导 好 再见 李导跟我们合作概率有几分 九十分 这次的竞争对手很多 而且每一个都是非常资深的编剧 你帮我订明天早上最早回去的机票 我要抓紧抽方案了 你刚才一直在那儿说话 都没怎么吃东西 又不 咋怎么吃点东西 不 别忘了 还是回酒店点外卖吧 来都来了 我带你去 想着想着人间烟火器 包给我 走了 什么人间烟火器 那个地方比现在又好吃多了 老板 两碗牛肉面 一碗加葱加香菜 一碗不要葱多香菜 再来一盘糖蒜一份拌菜 好嘞 稍等 谢谢啊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 我跟你说 这儿的牛肉面特别好吃 就刚才咱们吃的那个 人均几千的南京四方菜 跟这个比较 简直不值一提 有那么夸张 我以前在这儿待过 有正面没钱 发现这家宝藏小店 价格便宜味道还好 只好还能加面 北方冬天特别冷 我从这儿吃完面 我都出门都不冷了 来 帅宝饼 谢谢啊 谢谢 来 给你 咱们朋友 好好好 尝一口 尝一口 没有 真好吃 你说 再来一口蒜 特地的 这样我真不用 编剧嘛 编剧就应该尝尽人生百态 那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吃面不吃蒜 味道少一把 你快 快尝尝 反正一会儿没什么事 我都不嫌弃你 你还嫌弃你自己 尝尝一会儿 相信 真的 行 行 快 快 补上一口面 再来一口咱们 你快吃啊 你都凉了 好 你快吃啊 你都凉了 你快吃啊 你都凉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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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半句没说完呢 我现在都这么惨了 也没必要和别人一起 躺进婚姻的心脏坑了 你快走吧 爸 今天晚上还要加班加点的 工作呢 喂 喂 走 嗯 刚 刚才挺危险的